各位好,我是冰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时隔两周水星魔女的第七集 开头就是三巨头在开会 你们这些大人物就喜欢在小黑屋开会 机头四直接摊牌,体验技就是高达 虽然杰特克嘲讽其大言不惨 但被回镜谁没用肮脏手段也是无言以对 而格拉斯利则不在意这些 而是想趁着这个时机来探探总裁 德林现在的立场和想法 三巨头虽然各怀鬼胎 但这里却目标一致 之后镜头一转来到学院这边 苏莱塔正在帮米米送番茄 但因为决斗之后 伊兰就没来上学而魂不守舍 有种身心都被夺走的记事感 这时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原来是创业派对 学生汇报自己的想法技术 来博得金主的投资 虽然米奥利奈没有一点兴趣 但苏莱塔两眼放光 不是因为创业 而是因为派对都是三巨头相关的人 那么这里就很有可能见到伊兰 所以两人再交上地球宿舍尼卡 宿舍长马丁一起前往 既然是派对 那自然要盛装出席 米奥利奈自不用说 苏莱塔也是借他的利服 虽然有点紧 但穿起来还是非常标志 而且除了大人之外 会场还有三巨头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 看起来很夜店的训练机 实际上的老B 塞在祝福CD 完全生产限定盘的附入模型 算是主唱专用机 这广告差的也是够硬啊 佩尔这边先开始行动 由于下一个替身还没准备好 系头四者安排本体来执行他们的计划 本体虽然满脸不情愿 但还是照做 而苏莱塔这边 格拉斯里的代表莎迪克也来和他们接触 从他口中得知 他和米奥利奈也有一段念缘 不愧这大河内 这里也有一条线 他就和之前一样 看到米奥利奈愿意为他人改变时 感慨苏莱塔而魔力 不过面对改变 莎迪克却说了一句可惜 令人非常在意 随后苏莱塔就和新史开发公社的代表 马马碰面 不过他让苏莱塔去拿饮料 和米奥利奈独处 这里的姿态简直和夏儿一样 满满的算计 他问米奥利奈为何如此敌视德琳 米奥利奈直言 德琳蛮横自大 对家人漠视 所以他绝不认同 而马马听到后 则突然愉悦 提醒大小姐 她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来自德琳 让他收敛大小姐的脾气 看似嘲讽 实则是激将引道 另一边 去拿饮料的苏莱塔也不太拼 一不小心居然把杯子打碎 调染弟看到这种情景更是不解 老哥怎么会看少这么一顿人 转头去陪和老爸执行计划 而苏莱塔终于和心心念念的伊兰见面 只不过这个伊兰是本体 虽然他在努力模仿 但假的就是假的 两者根本不一样 之后镜头转到德琳这边 妻子已经就位 现在就要开始确认德琳的态度 同时沙迪克也突然和妮卡接触 还要谢谢她上次的帮助 看来妮卡的身份弘扬不单纯 苏莱塔这时也和本体聊起来 本体邀请苏莱塔作为未免者 一起到舞台露链 虽然邀请成功 但说实话 这本体的演技完全不行 除了脸之外 到处是破绽 4号怎么会敲二郎腿啊 也就只能骗骗小礼貌了 舞台由基头4来隆重介绍 自压伊兰和学员的未免者苏莱塔 面对那么多人 苏莱塔差点当机 但想到米奥莱奈激励自己的话 他成功说出了自我介绍 派对到这里都非常正常 但就在这时 基头4语气突然一转 开始询问他在和风铃战斗中 是否有奇特的感觉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舞台突然升起 基头4开始模拟审判 他们先任承认铁技 用到高达技术 之后又表示 只有高达之间 才会有这种奇特感觉 因此风铃一定是高达 而高达必须被销毁 杰特克同时一唱一贺 按剧本质问 佩尔科技掌握的高达技术 基头4也按剧论回应 虽然自己研发出了铁技 但为了做出表态 佩尔科技会把铁技销毁 相关部门全部解散 他们要用铁技 来拉风铃和新式陪葬 不过到这里还没演完 本体还有一段 他按剧本辩护苏埃塔不知情 要求新式的负责人出来解释 这棒读真是把我看乐了 这个时候 妈妈被调转地 只开到会场外部 就算苏埃塔焦急地喊她名字 也无法赶来 就在德林要正式宣判之后 变数米奥利奈登场 米奥利奈认为 虽然要否定所有的高达 但苏埃塔存在就证明 这个技术已经可用 而在之前的数次战斗中 高达也确实展现出更强的战斗力 那既然如此 就并够现在拥有高达机构的新式 和佩尔的铁机开发部门 自己成立成为高达的新公司 来管理使用这个技术 条约和生命伦理问题 由公司承担 米奥利奈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保住风铃 虽然想法很好 但不出意外 没有人愿意投资 因为没人相信 他给得起报仗 可无论如何 米奥利奈都不想放弃 他要保护苏埃塔 这时妈妈的话 或者说是算计 起到作用 他向德林跑去 既然自己没有信用 那就向自己的老爹 德林总裁接界 向否定所有高达人获得信用 怎么看都非常冒险 但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 德林点了头 并且还说了一句很有声音的话 这项技术 似乎还有固为人知的一面 而其他公司看到总裁表态 纷纷跟进 资金很快速期 对于这个结果 玉三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一心想搞死风铃和新社的杰特克 调达切齿 拥有高达技术的佩尔科技 察觉到风向开始改变 而与模拟狩猎 最有渊源的格拉斯利则确认 曾经否定一切的德林 已经开始认同高达 而且这期的OP中 德林的背后 也出现了乌尔摩林高达 和索恩摩林高达 应该也在暗示这点 同时被支开的妈妈 似乎也预料到这个结果 真不知谁才是被酸击的那个 随后她也和苏莱塔他们会面 妈妈感谢米尔利奈 拯留心事的同时 也能放心将女儿们交给她 这里的闷很有意思 表面是指苏莱塔和风铃 但很有可能 是指风铃的其他东西 用的非常妙 不过最急的还是苏莱塔 她必须找妈妈确认 风铃不是高达 但却得到风铃是高达肯定 这一集就又在苏莱塔的惊讶中结束 虽然没有战斗 但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在线 唯一的遗憾 就是不知调染哥神在何处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联合关注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的东亮 我是小鸣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